這個是DK,還是在家裡 那小機箱其實主要使用的客戶其實比較多是商用啊 或是商場啊等等 你看這種電子看不到 就是小小的機箱 就後面塞一台電腦 對,就是後面塞一台電腦 因為無所有的小主機是可以盲在螢幕後面 所以對於一些商家來說 他們會蠻喜歡這種東西 然後你看,那個我們有出AIO 那他們去可能電腦的話 他們就去觸控電腦 你說那一台是不是 喔AIO OK 就是一個觸控的 然後我們常常看到的Post機啊,點燈啊 都是從那邊用的 OKOK 那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東西是 因為其實AIO我們使用的族群 除了什麼商場以外 其實現在很多科技業教育界 然後或者是可能 政府機關會喜歡用 那我們就有這種 呃,我們有附一個Tobie Array的系統 那它就是會偵測說 你今天如果離開了它會自動鎖定 或是按掉 或是它有個叫Pick Thetis 那個Attactor 它不是那個偵測眼睛的人嗎 欸,不算是偵測眼睛 它是辨識人定 OKOK 對,所以你人在的時候它會在家 如果我們兩個都都開的話 它就會在按下來 就剛剛我們過來的時候 它是苦的 對對對 那我覺得比較新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個新的技術 就是在我們所有剛剛看到的DT 那AIO都有 叫做MSI Concentre 它是一個算是個人NAS的概念 就是我現在不是說私有緣很足跡嗎 嗯 可是私有緣其實有要錢 喔 對啊 可是MSI等於是提供你一個免費的私有緣 那它的容量跟你本身機台的容量 是一模一樣的 它等於是說 幫你直接被分在你的基金裡面 我們是 我們是 只要在同一個網域下 你看這個 就是有人在偷看 呵呵呵 對 只要在同一個網域下 像我現在都是在 我們MSI的 CND的那個 網域 然後打開之後 這邊有個QR Code 然後你要下載我們的 Call Center 這邊 去做登錄 這邊 去做登錄 這邊 去做登錄 今天人超多 不過非常的不穩 嗯 那這個 CND Center 是 是雲端備份喔 還是怎麼樣 它可以做雲端備份 但是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Local的 對 也可以做Local 例如 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講的一個情境 原因就是假如今天我就在學校好了 嗯 老師是不是很常會發作弊 或是考卷 我丟下給你學生 他們有 就叫做共用的資料夾 是所有人都看人家 可以直接下載 對 那但是我要交卷的時候 是不是不能讓別人看到 不要有作弊嫌疑 然後就會 對 每個人一個account 就是一個private的資料夾 所以只有老師這邊 可以看到所有人的 但是自己學生是看不到其他人的 對 所以其實 就是以個人的一些 資... 就是什麼 資料的保障上 其實也是OK 嗯 你看 我現在這裡 就是看到公眾資料夾裡面的圖片 嗯 然後 這些是每一個二層二層的 但這是私有的資料夾 假如我要上傳我自己的東西 好了 假如我上傳一個... 照片 所以這個軟體是已經出來了 對 我們現在是 所有的... 所有的DT跟Io都有支援 對 所以只要有買 就是這兩個產品的 其實都可以做這個東西的使用 就是免費的 假如我剛好有拍一台自己的照片 然後我就丟床去 站著 它就會在這 那它船是船到哪裡 對 你看我才花多少時間 超快的 然後它就會在你的電腦裡面 因為我們 一直開著 還有說 沒有電 因為你在過來 跨中間的時候 它就會有個 問你要存在哪裡 所以它就會在吃你的音 然後我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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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其他資料架的東西 那 我覺得看不到 比如說 aio DT都有 就是你這邊看到剛才的小組機 跟這台大 should be 全部都有 ok 對 所以它是算也有硬體去支援嗎? 沒有,這是我們的軟體 我們自己開發的軟體 那如果裝到像是筆電上面也可以有這樣 筆電的話現在因為筆電這邊需要另外再去聯動 所以我們家的筆電他們正在開發 就是不確定什麼時候會出 但是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目前就是我們自己上公司都是可以用的 看你對螢幕有沒有興趣吧 因為這台其實已經在台灣已經輸了